各位投资朋友们好 我是亥投资路易斯 那大盘呢 今天是上涨了28点 那涨幅只有0.26% 那成交的部分呢 量缩为1037亿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盘 那今天的盘 是目前来讲 还是走在月线之上 月线这地方 这个支撑 那五日线已经开始下弯 十日线也开始将走平 所以路易斯的论点是什么 我们目前的台股 目前是一个震荡整理格局 不过中长线是不是偏多格局 OK 中长线我们的月线 是不是扣在这地方 那接下来都往上扣嘛 OK接下来都是上扣的 那季线呢 季线扣在相对低 一样会往上扣 所以其实从月线 从季线的扣底值来看 我们认为月季线 以中长线的角度来看 依然是一个多方格局 多方趋势 后续还是有机会 随着均线的一个上弯的力道 往上攻击 那唯独短线 其实是陷入震荡整理的格局 那我们可以看到KD指标 目前是一个死亡交叉 是一个空方控盘的一个状况 OK 那空方控盘 我们来看跨周期 我们看长一点周期 我们看周的周期 周的周期目前还是在超买区 强势 月线级还是多方趋势 所以其实从中长线的角度来看 路易斯认为还是一个多方趋势 唯独短线上是一个震荡偏弱格局 唯独KD指标 随时有机会 OK随时有机会黄金交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已经来到多少 30左右 OK K指标是相对超卖区左右 OK 20以下就是相对超卖了 越往下回测 台股指数就会相对来到超卖 随时有机会反弹 那反弹搭配着月线的支撑 以及跨周期的KD的一个支撑 KD的一个多方趋势的一个趋势压力 后续还是一样 偏多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所以台股指数路易斯认为 近期就是震荡整理 后续随时有机会创新高 OK 在这地方做区间震荡 台股指数其实从中央线来看 没有什么问题 短线上震荡偏弱 不过亮点的指数到底都在哪个地方 盘面上多数的个股呈现跳水 近期是不是比较多跳水的股票 那其实都在哪里 那OTC我们来看 OTC是不是在上周五 还有周一的时候 周二的时候 这地方是不是下来了 那下来了 这地方是不是仅限为止 也是黑K的中值嘛 所以这地方我们要观察一下 有没有初步的止跌讯号 什么叫初步止跌讯号 第一个 连续三个交易日不破黑KD点了 OK不破黑KD 第二个 能够收复这个黑KD的中值 也就是这个站回颈线之上 OK站回颈线之上 只要能够站回颈线之上 不再破底 就有机会短线上初步止跌 后续随时有机会往上继续垫高攻击 OK短线上来讲的话 确实是比较弱势 OK均线也开始下弯了 月线扣在这地方 OK扣在我们的线价附近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只剩下季线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向上扣的格局的一个均线了 所以长线还是多头 长线还是多头 短线上震荡比较大 那震荡比较大 投资朋友们一定要收好你的一个停顺点 好那一样我们就转下来看 在期限货的部分 那外资限货是买超一亿 投信买了0.17亿 那自盈买了4.8亿 那期货部分的外资加码了1306口的多单 目前来到57000口 那OP部分减了779 来到56000口的一个水位 从期货的流仓来看 投资朋友们留意 这期货的流仓是有57000口的 代表其实外资目前还是一个偏多看待台股指数的一个状况 那只要在期货没有大幅度跌破5万口以下 路易斯认为还是一个多方格局 OK 筹码形态上还是一个多方格局 好 那近期也可以发现大盘比较不稳定 我们的巴达行库都经常做买超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期货选择权里面多空头排列加速指标 好 指标是不是之前已经空头排列了 这地方是不是死亡交叉了 近期是不是开口放大 所以其实指数看起来没有什么状况 指数看起来还是一个震荡整理 中长线偏多格局 可是盘面状况已经走空了 短线上其实是走空的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近期的操作难度非常非常的高 OK 续航力也普遍不足 续航力是普遍不足的 而且多数的个股短线上是走空的 所以各位投资们近期在操作上 一定要非常留意你的风险 OK 你的风险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个股停止点到了 建议各位投资们先走一趟 先走一趟 保护好你的本金比较重要 OK 好 那近期的当然重头戏还是在我们的电头指数嘛 我们的OTC 近期来讲跌幅是比较深的 那一样观察止跌讯号就可以了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旁空课就在这个地方 祝福各位投资朋友们明天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